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是单手的 一个单方向的 如果我们连击的时候 我需要两个手保护头部 我们好像找不到其他手去反击 去防卫 那怎样呢 我们用我们的脚法 一般脚法会分为上 中 下 上 跳起的 高脚 中的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中部 脚法低的 我的下路脚法 就是攻击我们以这个脚来做好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防守期间 当我们两个手都保持了保护头部的时候 我们怎样呢 唯有就是利用我们的脚 因为两个人之间 如果你这样防卫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由那么远 收窄到那么近的时候 那我们怎样呢 我就用在小旗下 脚是短的 短之中 我想今天跟大家讲 讲几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的方法 比如我们可以掃去 掃去的下半部 甚至掃去的中部 我们可以扁踩 扁踩我们都可以分成两个 扁踩其实都是高低置分 我们是赶低的 比如我们可以拦截它 或者一个这样的拦截 最后一个呢 钉腿 如果大家距离太近 一动住的时候 它根本就是站在我前面的 脚都起不到的时候 怎样呢 就在上串下串 踢一脚上去 所以我们叫串腿 就是上串下串的地方 正正中间 在骨头那里 比起一个打击 如果再有这样冲过来 如果我们想令它失平衡 我们可以用一个捆腿 什么捆腿呢 好像字面解释就是捆绑 就是如何把脚卡住 好 当我护头一入马 那时候整个人的身体向前一冲 好 它向后跌了 因为我们撞击它 但是我们的脚 是将它的脚 是捆绑住的 是所谓的卡住脚的 好 一旦一推 它会失平衡 那么它就会跌到 我才能够解脱了 被人的一个连环攻击 例如攻击头部连环 不断打几次 你这样打 一只手挡 空出来 唯有这样向着来打 好 当身体稍微向下收低 将自己的身体 缩小了一个攻击面的时候 你的脚法就可以洗出来了 这样 稍后大家知道了一些基本理念 一会学的时候就更加明白 更容易去理解的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认识新鲜 每次运动之前都要做适当的认识新鲜 接着我们一起压一下腿 好 首先我做一个弓马 对了 后脚伸直 前面尽可能做一个直的 对了 好 转 大家可以双手叉腰来做 对了 例如这些关节 这些关节一定要放直的 对了 阿威这里可以前移一点点 对了 跟着脚可以曲一点点 对了 这里这样放 对了 这里你可以叉腰 等着身体集中这么直落 好 转 对了 这里太多了 这个脚太直了 对了 斜方斜 对了 保持这样 好 转 对了 留意着自己踩着地下用力的 要感觉这些位置有点拉紧就好了 亦都不要太过分 对了 这些用一点压下去 将腰块压开去就可以了 好 转 好了 大家停一停了 那么这个动作呢 我们继续回家多一点练习 好 大家先坐下 是 将外的脚呢 是 将开 对了 将开没错了 将开的时候呢 脚尖向天空 对了 将力也没所谓的 慢慢就可以了 大家用你的右手 摸一下你的左脚 对了 有点弯腰 对了 将弯一点 hold住 保持几秒钟 初学呢 一定是没有做得那么好 或者你做这个之前呢 你先做一个呢 将开手 对了 慢慢地冲前 将这个腰肌的肌肉 拉回松去 对了 这个太紧了 你左右弯是做不到的 对了 做好这个做好了 你先再尝试左右弯 然后甚至你 你可以尝试一下 首先呢 先碰膝头 对了 碰膝头 慢慢地将角度 由膝头 中间 到脚那里 一步步来 不用心急的 这些地方 感觉到 紧就好了 如果痛的话 就要快点停止 不能够拉伤肌肉 一步步来 下车